你們可以看到我吧 謝謝Frank 嘉義大姐很高興 大家好王教授 我上次在台灣的時候是 剛好在亞洲大學 跟大家大概也有講過 我不知道上次 這次來的學生 有沒有參加上次的這個 演講 如果有的話是最好的 如果沒有的話那沒有關係 我今天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的話 可能跟你們在學校寫的不太一樣 那我每次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很有意思 像我這個年紀的 就是我們是五年級的 或者是四年級或者甚至是六年級的 聽完以後他總是會跟我講說 哇 Steve啊 這個東西我要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人來教我的時候那有多好 我現在可能就是公司的CEO 或者是 我可以在台灣可以當部長當教授 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講這個 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年代的時候 包括也許到現在也是這樣 在台灣的話 對於這種所謂的 我們叫軟實力或者是說 一些我們講就是態度 attitude mindset 心態 還有一些 parsion 就是說這些東西 我們不是很重視 我用我一個個人的例子 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 什麼東西是軟實力勒 什麼又是硬實力勒 那其實講起來蠻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到大學 我們不只 你就是說從小學中學高中到大學 我們其實都培養都是硬實力 我們想要怎麼樣第一名 可以不可以到國立大學 甚至現在很多人 很多才藝 也學鋼琴 也學小提琴 有一些人又學什麼 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很多人的話 有能力也相當好 我現在發現就是說 我們年輕的很多 在英文上面也相當好 但是 我們一直沒有信念的就是 這些所謂軟實力 軟實力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 你的執行力是怎麼樣 那今天我們要講就是說 溝通的能力是怎麼樣 那當然這個 大家有聽過這個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這個領導能力 那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再加上這個我們叫AMP AMP的話叫Amplify 怎麼把它放大 是你的態度 是你的心態 是你的心態 是你的熱誠 那這些東西的話 以後會變得 越來越重要 在美國的話 又在細谷的話 其實你到公司 來做事情以後 甚至你現在在美國的話 因為它很多大學 都是用apply的 它不是用考試的 那通常在挑人的時候 很重視都是軟實力上面 很重視都在AMP上面 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表達 就是說現今天 很多你們今天來聽課 可能是因為王教授 也許是找你們過來的 很多人就說 奇怪我為什麼要花這個時間 來聽這個 這個Steve講這個 這個什麼叫軟實力 什麼叫communication 那其實以後你們會發現 這個可能是 對你們整個生涯 不管是讀書 或職業生涯 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堂課 好 那我就開始了 我把這個都先讓大家看一下 那我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職場自身之道就是 我們原來的名字叫做矽谷 就是說是贏在矽谷 你怎麼樣在職場裡面 可以非常competitive 那這個東西 不只是職場而已 我相信在你們讀書啊 不管以後你們在人身上面的話 其實都很有用 那基本上這個是有四堂課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你們沒有聽到第一堂課的話 第一堂課叫做熱愛工作跟生活 我們已經有那個video 我們在那個youtube 我想我們可以follow給你們 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也是我講的 那第二堂的話 就是所謂的執行崇高的嚴謹跟目標 我們也有video 那是我們裡面的一個 李士福博士他講的 我們也可以這個video送給你們 那今天的話 我這個也會把它recall起來 video 今天我們要講第三個 有效的溝通 那這個就是如果說大家有學到這個 怎麼樣去培養這些東西 然後自己有空的時候 在學校的時候 尤其像你們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學東西最快 你不管是學什麼東西 學什麼技能 越年輕學越好 所以像這種東西的話 像你們現在在大學的時候 就應該好好去培養這個 好 那首先我們來講 我們今天就主題來就是溝通 為什麼溝通這麼重要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去 滑過龍舟競賽 我當時在 我是成功大學畢業的 我那時候在成功大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住台南的 有住台南幾首好嗎 有幾個 所以那時候 那個台南那時候每年都有龍舟競賽 那龍舟競賽是在台南印河 那我那時候都有參加 我那時候 因為我在成大是打橄欖球隊的 所以我那時候身體都相當不錯 他們找我去滑龍船 我那時候就發現滑龍船 你要贏的話 一定要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那個滑槳的 你滑槳手 一定要很壯 然後另外一個 那個拖手 那個在後面那個 一定要很好 要不然的話 你就轉來轉去 然後就贏不了 那其實最重要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最重要是那打鼓的 那打鼓的一打的時候 你就是大家要一起 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個搖槳的就是我們那個 第一個section 在講就是說 你一定要 搖槳一定要很壯 很有Energy 就是說 你要有很強壯的這個 體力跟這個 跟這個熱忱 那那個 那個 舵手就有點像我們講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嚴謹跟目標 你那個目標一定要對 那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那個鼓手 那個鼓手就是 溝通 你知道溝通 讓大家都會一致 要不然的話 一個搖上來 一個搖上去的話 那個船就會轉來轉去 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溝通這麼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 我看起來好像大部分都是 女孩子比較基多 你們有看到美國這個 這個橄欖球 美式橄欖球 有的話基少 比較少 比較少 但是 在美國的話 因為美國人喜歡球類 不只是美式橄欖球 他很多球類 他很多球類 他有很多那種很好的教練 很好的教練的話 搭配好的教練的話 他都很會 communicate 都很會溝通 像我這個照片 這個 這個是美式足球的教練 很有名的 叫Vincent Lombardi 他那個 現在那個 超級杯 那個名字就是用他來了 你看 他就很會講 他是講 他有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 他叫 Winning 就是贏 就贏 得到勝利 就球場得到勝利 It's not everything But it's only thing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他寫的這個英文 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 Winning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 你不是只是贏一次而已 你是要每次都贏 因為這個東西變成一個習慣 那輸也是一樣 你每次都輸的話 也會變成一個習慣 所以就是說 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溝通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在溝通的話 可以鼓舞一個球隊 一個團隊 那今天就是我們想要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了解溝通非常重要以後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溝通 那溝通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這麼重要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去學習溝通呢?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溝通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們溝通的問題是怎麼樣 那第一個就是我溝通的問題是這樣 我其實非常內向 所以因為你們現在看我講的話 又搖手擺手這樣看起來好像很外向 其實我非常內向 我舉例跟你講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不敢跟你孩子講話來 所以每次要跟你孩子講話 要坐在那邊 就是要提起勇氣很久才敢講 因為非常內向 有時候怕人家給你忌諫 你說不要跟我講話 所以你看我現在 如果跟我的同事都知道 我如果說去出差的時候 坐在飛機 我都不會跟旁邊講話 不像有一些人的話 比較外向的 哇 像我們這幾位 像李師傅博士的話 他到處就跟人家講 這個你的也講 這個男的也講 就非常好 他就沒有這方面的溝通的問題 他的溝通問題可能跟我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的問題是怎樣 但是我知道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在內向 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 所以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都不敢講話 也不敢擠手 你知道我那時候想要爭取 那個橄欖區的隊長 也不敢 不敢講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台灣有這個問題 我記得我媽媽我小的時候 都跟我講 小朋友有心無嘴 所以我每次想講話的時候 我媽媽會講 小朋友有心無嘴 意思就是不要講 所以我從小就說不能講話 那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後來我到美國來工作的時候 不得了 不講話的時候 美國人是機器掛話都在講 我不講話 人家以為我根本都不會 那其實我都會 我只是不好意思講 因為你想要講的時候 想到我媽跟我講 人要謙虛 要憨懇 那我手就擠不起來 所以這個是我的溝通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 講到就是說 我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問題 但是要大家了解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溝通問題 不同的問題 你有時候覺得 哎呦 人家怎麼那個人怎麼講的這麼好 我都不敢講 這個人怎麼會那麼溝通 其實他們也有他們的問題 那很多東西 他們自己是克服那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在小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 一些溝通的問題 我1987年到美國來讀書 哇 不同的溝通問題 你知道什麼問題嗎 英文的問題 我都還記得 我跟我太太結婚一個禮拜以後 兩個人就坐了飛機 好高興喔 度蜜月嘛 從桃園機場飛啊 我們飛到那個洛杉磯 然後從洛杉磯飛到延吾城 因為我到延吾城的猶他州 那在飛機上就沒有多少人 然後那個空中小姐啊 Fight Attendant 我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 蠻漂亮的高高的 他問我跟我太太就是說 Do you need a Blanky 我說OK Do you 了解 Blanky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 跟他兩個人這樣互相看顏 那個那個 那個航空小姐那個Fight Attendant 一看我們的了解說 我們可能不太懂英文 他就把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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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那個 然後拿了一個毛毯給我們 那時候我才知道 Blanky就是毛毯 去讀書的時候也是蠻有意思的 你拿到美國剛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有沒有機會到 你們有沒有機會出國到 不同的地方去 有的話你擠個手 我看看 到那個講那個 就是跟我們講不同語言的地方 都沒有啊 好 那沒關係 像我們到美國的話 你去到餐廳吃飯的時候 要點餐嘛 通常他都會問你很多 你是要這個Rice還是要Vegetable 還是要不要加這個 這個 tomato 要加上這個東西 他練了一大堆 其實我都聽不懂 什麼東西 yes yes 就跟端來的時候 這個不是我要的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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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exactly what you order 所以 就光是點餐 那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不要講就是說 到學校去 去 剛開始去的時候 聽老師講 其實跟那個台灣話講就是說 那個那個 鴨子聽蕾一樣 根本搞不清他講什麼東西 還好考試的時候 去寫一寫 背起來 就寫一寫 老師看得懂 所以也就這樣畢業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即使到了美國以後 還是有這個溝通的問題 而且這個溝通問題 然後又不一樣 我再舉例一個例子給你們聽好 就是我包括我在CG工作以後 那我一直對這個英文有這個恐懼 所以我後來在CG 在當到一個程度以後 那我就會做很多project 所以我那時候還領導一個團隊 領導團隊的時候 在早期的時候 像這個email 電子郵件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我們當時都是用電話錄音的 所以我那時候做完以後 我會電話錄音 然後送給十幾個我們公司的高級主管 他們不知道的就是我那個電話錄音 至少重新錄音了大概20次 因為每次錄完以後自己就會聽一聽 剛開始這個英文怎麼會這麼差 又重新又錄了一次 錄的過程又奇怪又忘了一段 又重新錄了一次 所以光錄了那個音 那本來是五分鐘而已 至少要錄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那時候是這樣過來的 但是很有意思 我跟我們這邊的美國人講 就是我是這樣錄音的 他說我也是一樣 那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錄音 你不是美國人嗎 你不是英文講那麼好啊 他說沒有 我每次也是聽 結果他跟我一樣 他不是聽到他的英文不好 他是聽到就是他講的意思不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每個人都有這個溝通的問題 我們隨時隨時都有這個溝通問題 那我們現在瞭解就是說溝通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大家都有這個溝通的問題 不管是內向外向 不管是你是台灣的來的 或是美國來的 不管是活潑的 是很安靜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溝通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學習這個溝通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這樣學習的 你這個東西齁 你要進步的時候就要階梯式的進步 第一項的話 一定要把你們現在所謂電話跟電子郵件 這個要學習怎麼樣好溝通 大家都有這個智慧手機嘛 你們那個電子郵件信箱一個人幾首 只有一個人 有兩個的幾首 有三個的幾首 有超過十個的幾首 我為什麼問這個呢 我現在發現說很多年輕的 那個電子郵件啊 一大堆 多到它沒有辦法讀 你如果是給我的這個email 我這個email 我基本上每個都讀 我如果不重要我都把它刪掉 我只有兩個 我只有兩個電子 那個mail box 一個是我們公司的 另外一個是Gmail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像王老師如果說你寄給我email 除非我是在睡覺 我是從十點到五點 我是不接什麼東西的 要不然的話我大概在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裡面 我一定會回答 所以就是說 像這個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的工具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練習這個工具 我用一個故事給你聽好 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我也是因為我時常出差嘛 有一次在機場的時候 就看到一群年輕人 大概有十個 都沒有講話 我就看到他們在幹什麼 但每個人都在打手機 咕咕咕咕 我奇怪他們怎麼都不講話 我說我以前我記得 以前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在聊天啊 我發現他們也在講話 但他不講話他用手機在講 他說欸師父啊 等一下到新加坡以後 你要到哪裡吃飯 有一家餐廳好好吃喔 兩個一直在打來打去 哇我那時候在想說 奇怪他為什麼不直接過去跟他 兩個就是面對面這樣談 他不是他現在養成就是用手機來談 我們兩個面對面 我們不講話的 我們是用手機來講話 那其實這個東西都不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 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善用這些 那個智慧手機一些電子郵件 那像我為什麼有辦法去管理這麼多 就是說像我用這些電子郵件 因為你會發現就是我讀我讀非常快 我通常在回答的時候 我大概五分鐘裡面我就把它弄完 所以就是說最主要的 然後就是我要講到這個2080的 就是說你要把握這個顏值 有一些東西的話 人家如果送過來不是很重要就不用看了 那很多很重要的話 你要回答的話要很快 那就是說你要抓到那個準則 通常我就是希望在兩分鐘 在五分鐘裡面一定要回答完 我不會寫超過五四個字 那這個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學習 你首先要加強溝通的話 一定要知道怎麼樣去用這些電子溝通工具 讓它變成是一個幫忙你來做溝通的 不是變成你一個溝通的問題 好這個完以後 第二個你就會碰到很多溝通 就是怎麼樣去報告或者來演講 在大學裡面可能就開始有報告跟演講 你到研究所的話就很多報告跟演講 出來工作以後每天都在報告跟演講 我想我每天的話 我剛剛也是在另外一個會議裡面 也是在做報告演講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去信念呢 我也是跟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例子好了 我剛開始是一個工程師的時候 我就自己做 那我一個好處就是我自己做完以後 我自己去報告 我有時候晚上做得很晚 但是我第二天 九點半我就去報告 那那時候報告的時候很緊張 因為在美國嘛 你看我剛剛講到我用內向 又是台灣來的 所以我媽媽叫我 叫我小時候有聲不吹 又不太好意思講話 然後英文又覺得不好 那 但是因為每一個禮拜大概要報告兩三次 後來就習慣了 那時候報告比較簡單 因為那時候主要講的都是 講的都是一些工程上的數據 那工程上的數據我比較熟 所以這個就是我就開始練習 那後來慢慢在Seagate裡面的職業生涯裡面 以後我就開始負責不同的 譬如說負責不同的工作 那我後來的報告跟演說的話 就比較高層次 那譬如說後來我就是 在一個公司很大的我們叫Tech Review的時候 我們副總經理就找我去報告 那時候的話我又寫到就是說 在這種公司的這種報告是要怎麼樣 那基本上你發現就是說 後來我學的東西就是說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要報告這個東西其實沒有那麼難 第一個就是說 首先要了解就是說 人家聽眾到底是要想要聽什麼東西 你只要就是說那我的目的 我要報告這個目的到底什麼樣 我有沒有表達這個好 我從這邊來招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弄得簡單就好 英文也不用太複雜的英文 人家聽懂就好 那準備著這些這些slide 也不要用得太複雜 人家了解就好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怎麼樣去有效的溝通 那很重要的就是說不同的人的時候 你要溝通又不一樣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好了 像那個Frank跟那個媳婦都知道這個故事 我還沒有升成副總經理的時候 我有機會去到我們總經理那邊去報告 很難得啊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咖了 我們副總經理跟我講說 總經理要找你去報告給你30分鐘 我那時候好高興喔 要跟總經理報告我準備了準備了 我準備了30分鐘我準備了30個slide 我想說一分鐘講一個slide大概很好啊 因為我說這個東西哇不得了 我這個做這麼多的話 要多跟他講一下 我們副總經理跟我稍微review了一下 喔 Steve太多了 他就幫我改 改成大概變成10張 30個跟10張 不過那時候就跟他抗議了說 我知道這麼多這個10張怎麼夠 然後我副總經理跟我講說 我想不用用到10張啦 但是我想10張就夠了 結果那天我跟我們總經理報告的時候 我第一張都還沒有講完 他已經叫我停下來 然後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Steve can you reduce leuthenium 他用英文握摩 然後我跟他講就是說 那個人叫做 Dave Wiggishan 我說Dave is very very complicated 我意思就是這個很複雜 這個複雜這個 然後我又講了一大堆這個 這個工程上的問題 然後他大概有點不耐煩 他聲音稍微提高了一點 他就說Steve can you reduce leuthenium 我看他好像有點不高興 我跟他講說yes I can 然後他就跟我副總經理說 他說我們這個會議就結束了 那時候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好學習的機會 我會議完以後我問我們副總經理 我說我們這個總經理怎麼這麼沒有程度 怎麼這麼沒有修養 我都還沒有講完他就包我那個 然後他跟我講說 我們副總經理跟我講說 他說Steve 你如果說跟你的同事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跟你同事講10分鐘 他還沒有了解 他還沒有了解你的意思那無所謂 他說如果說你跟我們的總經理的話 如果30秒鐘以內 他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就不要再講 所以後來我才了解就是說 跟葉高的人講話 你那個講的重點更重要 比如說跟總統的話 他五秒鐘以內 你就要了解你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那像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也沒有辦法就是說 怎麼樣弄你就是要練習 在練習的過程的時候你就發現 不同的人 不同的職位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因為說講話的時候不一樣 那基本上就是說 只要了解就是說 每個溝通都有他的目的 然後你怎麼樣表達出來 讓對方了解 那這個是就是第二項 那再來的話 在進一步的溝通 那更厲害了 你以後去做事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顧客服務 基本上就是你要成果啊 你要有成果 你要完成任務啊 公司來講的話 每個公司都要賺錢的 所以你怎麼樣把這個東西賣給客戶 或者說叫你做什麼任務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這個是第三項 那我們可以 我再跟各位 下一項跟各位講的話 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要信念自己 那最後一項的話 最高級的最後一個 一個 最後的這個所謂溝通 就是怎麼樣去領導一個團隊 怎麼樣去領導這個團隊 然後激勵鼓舞這個團隊 所以 然後這個團隊可以呈現結果 然後完成任務 像在執行任務 在公司裡面 那基本上 如果各位出席工作以後 在學校啊 你只要是在職場上面去 基本上你每天都在執行任務 你就是要完成這些成果 那怎麼樣做這個東西呢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是要信念自己 我用我的例子來跟大家聽 我以前是 我剛開始是一個工程師 那你通常的話做事的話 包括我在內啦 包括Frank啦 或是媳婦啦 還有David剛剛也加入我們 那基本上 除了工程師 你做工程師 工程以外的話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做顧客服務 尤其像 我們做新產品開發的 我們做這個研發的 我們從他研發出來 又要賣給我們這些顧客 那我大概是在1997年以後 就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當時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有大概五個人 我是負責工程的 然後也有負責品管的 也有負責業務的 然後包括我們的護總經理 我們通常都會到顧客那邊去 哇 你知道嗎 因為你顧客服務的時候 到顧客那邊 整個假的東西都是溝通 那壓力很大 因為在那裡面啦 我是唯一 我們叫做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說 英文不是你的母語 其他都是美國人 我們那裡面的話 尤其是美國的女孩子 很會講話 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但講話非常會講 那我們裡面就有這種女孩子 人也長得蠻漂亮的 我是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負責顧客服務的裡面 是製造最多的 至少我覺得我是製造最多的 但是我講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了解 那我剛剛講到那個小姐 我們那個小姐 美國小姐 她是製造最少的 但是所有的顧客是覺得 她是我們的Leader 因為她製造最多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 越到顧客那邊 我越不敢講話 因為我每次一開口講話的時候 尤其我那時候到中西部 在美國中西部的話 那些美國人其實都很快 然後她每次坐著那個椅子 就這樣搖 這樣搖 有一些人都是一百多公斤 現在要搖 然後我那邊講 講了半天 看著我 我都還記得到現在都還記得 那十幾年前的事情 她說 Stev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她問我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懷疑 但是我那時候是在想說 她是不了解我的英文 還是不了解我在講什麼東西 那我自己就因為很很 因為對自己一直對這個英文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覺得是一個大問題 有一個fairy 那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她對我不友善 那當然後來我跟她變成一個朋友以後 我就發現 其實她是不是在虧欣我的英文 其實她是不了解 因為她對工程大概都不了解 她不瞭解我在講那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那時候出差的時候晚上睡不著了 壓力太大 因為一直在想要講什麼東西 所以有時候自己在那邊抄稿子抄腦多 結果第二天到顧客那邊去 都忘記了 看了半天都忘記了 每次講完以後 就覺得 我想要講這個都沒有講 來 我是怎麼樣去克服這個 那也是一個很有很有意思的 就是 我們因為我們是負責的顧客服務 那因為這個溝通很重要 所以公司其實請外面人來教我們 基本上就教我們要怎麼樣去 make a presentation 你怎麼樣去演講 然後怎麼樣去跟顧客在溝通的時候 拿一些東西 比如說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我現在手在比 那美國人就說你一定要jecture 所以是這樣子 他說我們就請了一個團隊 兩個你的來教我們 那我們就十個人去教 在教這個過程裡面的話 最後一項 因為那時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最後一項是它叫做 jump over the wall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跳過這個牆 那個牆就是溝通的這個牆 他最後一項是這樣子 他就是每個人 因為他先教我們要怎麼樣 你在做這個slide的時候 怎麼樣做你演講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表達 然後你的手勢啊 有時候走啊 要怎麼樣走 教我們這個以後 然後最後一項就說 兩個人一組 你們彼此之間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presentation 然後他幫我們照video 照video完以後 我們就是replay那個video 然後大家開始來批評什麼東西不好 哇那不得了了 我那時候很緊張啊 那更緊張的是 我跟那個女的排在一組 很討厭 跟他排在一組 然後我想說完了 哇他那麼會講話 來 然後又不現在這次要錄影下來 然後還要批評講什麼東西 哇我好緊張喔 我兩個在準備材料的時候 那過程很有意思喔 我是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我英文不好 我覺得我不太會演講 但我發現的是 那個美國的女的 他也很緊張 跟我在準備材料的時候 他緊張跟我不一樣 那女孩子嘛 他也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那天要錄影 所以他們跟我講說 Steam啊 我穿這樣好不好看 我說很難看耶 我說不太好看啊 Marine 他說這樣啊 他說他們為什麼沒有跟我們講說 要做video呢 要不然我也會穿得比較好一點 我隨便穿了一下 就沒想到video 來 我說是啊 我說很糟糕 我說你對啊 你這個穿裙子就不太好看 然後我順便還講 那個頭髮也不是很好 哇 他就很緊張 他就很緊張 欸 我的信心就來了 我發現 喔 他緊張的地方 他的barrier 他的問題不是英文 他的問題他是怕他不上鏡頭 那我是男的 我也不怕我不上鏡頭 所以他給我很大的信心 我就開始 喔好啊 那兩個那個 那最後他們就是照這個video 然後照完以後 然後就秀出來 很有意思喔 其實大家要問說 這個Steve的presentation怎麼樣 人家跟我很多的好處 就是說Steve講話音量很夠 而且講話好像很有信心 然後就說Steve對這個materials的了解程度很好 沒有人說我這個英文不好 那當然也有給我建議啦 就是說我當時在表達的時候 那個eye contact 就是跟觀眾的這個眼睛的這個eye contact不夠 那另外一個建議就是說 在美國他比較喜歡這個gesture 就手勢要大一點 他說這樣子在錄影的時候會比較好看 所以你看看我現在手勢都比很大 就是那時候信念出來 那那基本上就是說 在那個信念的時候我就發現一下 欸沒有像我一直在感覺到就是說 欸我是從台灣過來了 我英文不好 我一直在注意這個 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人家沒有注意到這個缺點 其實我們怎麼樣 我們在溝通上面 我們沒有很多的優點 那最好的方式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注重 溝通的信心 哪一些信息我們要跟人家溝通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心 要找到我們的優點 不是缺點 所以我後來我現在都不會去 有時候還是會一點 但是現在我不會去特別的關係 喔我英文不好人家聽不懂 我現在反饋重視我的優點 欸我對自己蠻有信心的 我講話的力量蠻夠的 然後我知道怎麼樣表達我的這個 這個整個信息是怎麼樣 那最重要就是說 有空就練習 有空就練習 喔 找你的同學練習 忙忙像王教授 有這個這個什麼課程 大家也練習 你練習的話 你每天練習的話 然後找人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哪一些是你的優點 然後去培養這個 我們講到溝通 我們是要報告是要演講 我們說溝通做事情的時候 是要怎麼樣去執行任務 然後deliver這個結果 然後去做這個服務客戶 那其實溝通最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你只要激勵跟鼓舞一個團隊 因為我們到最後 我們都鼓勵大家就是說 變成一個leader 這個leader不是說 我就是要管多少人 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有辦法的話 跟大家一起 跟我們志同道德一起 人多的時候才有辦法貢獻 如果說我們一個人 我們覺得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能力 我們可以貢獻的時候 找一起跟我們志向的那個人 我們一起來做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學習彼此之間如何 來激勵跟鼓舞這個團隊 那這個就是溝通的最高的層次 那我們怎麼樣去成為一個 有效的溝通者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 一個團隊 彼此之間來激勵跟鼓舞 首先呢我們很重要就是說 也是一樣 回到講就是說 我們這個人 我們個人啊 裡面這個能量跟熱忱 一定要做 好 那我們也要注意到就是說 像我以前的話 不是我講很內向嗎 你們看一下我現在這個照片 那個照片都是我啊 所以我有一次跟我一個團隊 就說 我是introble 是內向的 那個人差點掉到椅子下面去 Steve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他說你如果是內向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 因為他們看到我是穿成這樣子的 然後在公司 像這些我們是Halloween的時候 像瘋子一樣在那邊跳來跳去 那其實因為這樣 只是說 其實我這個是在信念自己 因為你要有辦法去 跟團隊大家彼此之間有這個互動的話 我們就是要改變這個 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個人態度 所以讓人家很容易就跟你交流 那這個玩意以後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一個團隊裡面 彼此要建立這個尊敬跟信任 這個東西的話 不是短時間可以做的 就像我們 我們這幾位在這裡 我們都一起工作很長的時間 我們當然有些時候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同意的 我們有時候也會 也會 argue 我們有時候也會辯論啊 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長時間 對彼此間都非常 respect 對都有尊敬 然後我們慢慢時間長的時候 我們就 trust 在那邊 然後個人的話 也是要培養自己的信心 還有這些人品 我們叫 integrity 因為你不能講一套 你做的又不一樣 你這個是沒有辦法 是激勵一個團隊 也沒有人願意跟你一起做 如果說讓人家發現 你都是在講 然後你做的跟你講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成一個好的溝通者 跟大家一起 來鼓勵 一起來鼓舞 然後做一些事情 可以對這個社會上 對這個世界上有貢獻的話 除了這四項以外 那我現在在最後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 那我們怎麼樣去激勵 跟鼓舞這個團隊呢 我用幾個例子跟你說 這個是實際上的例子 這樣我在公司裡面 通常啊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裡 在矽谷大概 全世界最好的人都來 都非常優秀 你像你們沒有看到這個David Cole 他是我們台灣的榜首啊 所以人家在講說 你沒有看過榜首的話 你可以來看一下榜首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個李世福啊 他這個是 是台大物理系的 他也是大概是 從小學高中 國中高中在大學 都是前三名的 然後是劍橋大學的國士 我們這個Frank啊 剛剛跟你講的 我後來才知道 他不只是小留學生啊 還是Connect啊 Connect啊 是長春藤的學校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到矽谷裡面啊 那些人都是最好的 最頂尖的 這對頂尖的人很討厭 他做一陣子以後 他就會開始來跟你抱怨 說Steve啊 我做得多好 你知道嗎 其他人都做得不好 就跟我抱怨了一大堆 他每次跟我抱怨了以後 我跟他講 Very good 我就跟他講說 他跟他講說 You know I'm 1% 我說很好啊 很好很好 1% 其實他們是想要跟我講 就是說 他這個其他人就不好 我說 If you have 1% You should be try to carry the 99% 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變成1%的員工 我們能力那麼好的話 我們應該幫其他99% 那些能力沒有你那麼好的 幫忙他們 我講這個意思是怎麼樣 相信你現在台灣你們大概也會有這種 看到這種氣勢 在美國的話 你知道嗎 這種叫做lay off 裁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很多公司啊 他為了一直在增加營運成長 有一些公司 他要增加競爭力 他的方式是這樣 每一年裁10% 不好的 最後的5% 10%把它裁掉 然後再進那個新的 他是這樣做 那我是鼓募我們團隊的就是說 我們不要這樣做 我們就是說好的1%的人 如果大家有辦法 Carry這個99%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有工作 每個人都有加入 而且我們團隊一直在進步 因為你這個1%的人 比所有人都要優秀 你用你優秀的 然後來幫我們這個整個這個團隊 變成更好的 所以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這個什麼 為1800個人創造美好的生活 是這樣子 這個也是真實的故事 我們這邊有一個經理 他是非洲來的 他是Esoopia來的 叫阿比里 他那時候要到我們另外一個 廠房系Qualify 就是我們那時候做一個新產品 一個新技術 然後他就來跟我講說 欸Steve 你能不能去跟我們團隊 激勵跟鼓舞一下 因為我要到團隊到那邊去 去做這個計畫 那我當時就跟他們講 我說 我用英文這樣講的 我說 I don't know Do you know how important what you are doing? because you are going to make 1800 people's life difference 他們就問我 我就說 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了不了解 就說你們今天做的事情 有多重要 因為你們會影響1800個人 那他們就問我說 Steve 你什麼意思? 我就說我們在那個單位 有600個人 那每個人的話 基本上支持三個家庭成員 你們這個project如果沒有做出來 我們那個單位就要關掉 你們做出來以後 我們這個單位就會繼續在那裡 所以你們有沒有做出來的話 會影響到1800個人的他的這個生活 我一跟他這樣講 他跟我講說 Steve I think that's all in that 他們自己拿著棉被 就自己跑到那邊去 我下一次看他的時候 每個人就睡在那個地板上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發現就是說 他們做的工作 其實不是只是為自己賺錢 然後一份工作而已 其實他們做的工作 是為很多人 而且會影響到很多人 尤其你想想看 他們發現 我今天做的工作的時候 會影響1800個人 然後那些人啊 你都認識的 都是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做很久 那忽然間他那種 那種記憶力跟鼓舞力 就非常非常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也一直在記憶力跟鼓舞 我們這個團隊 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長處 而且我們都沒有完全發揮 我有很多那個年輕的工程師 來跟我談 我時常跟他講就是說 我讀到書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每個人 只有用到10% 我們的能力而已 我們有90%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怎麼樣一起 我說不是你個人 我們怎樣一起 然後在我們這個場合裡面 比如說在我們的工作這裡 我們怎樣一起 找到其他90% 找到我們長處把它發揮出來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你也是一樣 不斷的練習 在不同的職位 跟朋友的時候 互相鼓勵 你就會寫到就是說 有一些溝通的語言 然後溝通的方式 可以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有一些人就是 可能就是因為彼此之間的這種 鼓勵跟溝通跟鼓舞 忽然間找到人生的 就是說看到 人生不同的意義 然後做起事來的話 每天的話其實就是說 你今天 你每天的話就非常高興的 在做這些事情 好 那我基本上今天就是 跟大家要分享這個 那我就很快的總結一下 就是說 溝通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 不管以後你們求學 再學校到職場的話 卵實力 卵實力裡面溝通這個能力 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人 有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溝通的能力不好 有時候我們真的覺得 跟人家比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缺點 那大家要記得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溝通的缺點 我剛剛跟你講過 包括美國人 你覺得像我們 覺得他們英文很好 他們基本上也有溝通障礙 很重要對個人來講就是說 找到你自己的障礙 你把它克服掉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話 你就自己要去練習 練習的話 首先的話 要了解怎麼樣善用這個電子工具 讓這些電子郵件 那些手機 是幫忙你來溝通 不是變成你溝通的一個 burden 那很重要的就是說 找到自己的溝通的方式 然後有空的時候 老師如果問你說 誰要演講呢 擊手 在美國的話 很重視就是說擊手 不要變成就是跟我一樣 以前在大節的時候 又是因為自己的這個內向 又不敢講話 失掉很多這個溝通練習的機會 但有機會的時候就盡量的 擊手來報告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你不斷地去學習 你去練習溝通 你的自信心就來了 尤其的話 跟幾個人 跟一個團隊 幾個朋友 一起來練習這個東西 然後 做這個 這個東西慢慢成為那個 以後你就可以變成一個領導者 一個很重要的 領導者不是說一定要領導 一定要領導多少人賺多少錢 領導者就是說彼此之間 志同道合 彼此一起鼓勵 然後變成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的話 這個世界一個團隊的話 彼此藉由溝通激勵信任 然後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一起的話 就可以對這個 像台灣的社會 你可以做一些貢獻 然後可以更好的話 對全世界都做一些貢獻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